这一把风枪呢 叫直风风枪 我们修手机的时候 一般是使用一把直风一把旋风 直风风枪拿来干嘛呢 首先直风风枪温度开了240度 可以拿来割胶 割胶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我的手工视频都知道了 那么它的风速一般开了多少呢 它的风速大家看到 一般是开到五档就可以了 开到五档跟四档之间就可以了 最高不要超过五档 直风风枪的风速 一般开到四档到五档之间 最高不要超过五档 一般都是这样 四到五之间 我呢一般是开到五档 或者说是四点五档都可以 所以说直风风的风速是吧 永远都是这样 开到四到五之间就可以了 那么品牌呢 任何品牌的850都是直风的 任何品牌的850型号的风枪都是直风的 风头呢 风口风嘴是吧 我们一般选的这种呢 大家注意看镜头啊 选的这种 不粗也不细的这种 这个什么型号呢 我也忘记了 反正在我的直风风枪 一般的几年都不碰了 你知道吧 都不换了 永远都是这个针头啊 永远都是这个风头 一般上一般来说 几年都不会换 几年都不会换啊 都是这样的 小芯片呢 就用这个直风风枪来拆 非常的好拆 大一点的芯片呢 就用旋风风枪来拆 所以直风风枪呢 主要是240度割胶 然后呢 拿来撬一些小的芯片呢 小BG芯片呢 小的零部件呢 像什么电容电阻啊 电感啊 保护管啊之类的 都比较好用 在撬那个风胶元件的时候 一般温度是开到380以上 380 390都可以 配合参照物法 非常好用 这个呢 是开关 另外直风风枪 要注意什么呢 直风风枪 它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 休眠的功能 因为你说 也就是你把拿起来 放下去 它还是在 在加热 对不对 不像旋风风枪一样 可以休眠 所以直风风枪 你下班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把关 把开关把它关掉 一定要注意 下班的时候 一定要把关 把这个开关把它关掉 记住啊 一定 下班一定要把开关关掉 风速呢 刚刚也讲了 五档之间 四档跟五档之间 温度呢 用的最多 用的最多的就是 240跟380以上 这两个温度线 240左右呢 是拿来各胶用的 380以上的是 拿来翘芯片用的 型号呢 选择任何品牌的 850都可以 风头呢 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 不大不小的 更多相关的细节呢 我们在 实际的 手工教程里面 再慢慢来跟大家分享 因为之前讲旋风的时候 跟大家讲过 任何一把风箱 情况是不一样的 环境温度 室内温度 都会引起 各种各样的 温度上的 温度上的相关的问题 那么直风风箱呢 就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